代理孕母你就是男同志在台灣可以 是找得到是合法的嗎 不合法 所以就很多人要花很多錢 所以一台花五六百萬 哇 五六百萬很高 那就是房子啊 就是那小孩子出生就 就比人家貴了 沒有啦台北市就一間廁所啦 對啊 看哪 沒有玩笑還在漲價 搞不好這幾年已經漲到七八百 因為我做的時候是五六百嘛 早期是 反正他就是跟通膨一樣一直上漲 很可怕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是 因為單價在漲嗎 喔 沒有啦 很想要開這個玩笑 我覺得蠻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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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很貴 一般人是完全沒有辦法負擔欸 對 所以很多人是 不是一般人我們也沒辦法負擔 所以我們就是用房子去做二代 哇靠 就是就是 對啊 居然用房子去壓喔 對啊 對啊所以 你知道我 這小孩他出生你會讓他知道嗎 所以這房子貸款其實是你喔 對啊 我就說不能打啊 我跟我爸媽講 打到就是這很貴 你知道 就是同志伴侶很辛苦 就是因為 如果他們想要小孩就是 沒有辦法要自然的方式嘛 所以他們看到那種異性戀人 就會真的說 不要 就不屑 這樣他就說 我知道那是你的自由 但我看了就覺得 對啊 你們可以直接生欸這樣 對就看啊五百 兩個一千萬 哈哈 所以現在的狀態是進行到哪個階段了 我們就是已經有那個帶領孕母了 然後我們植入第一次失敗 那植入一次失敗也是把二三十萬的現金 就丟到水裡的這樣的一次 因為植入不一定成功嘛 對因為本來就沒有那麼容易成功嘛 對對對 那可是第二次就還會再找同一個帶領孕母嗎 每個人狀況不一樣但我們是 因為第一次失敗也不是他的問題 我可以問這是在哪一國做嗎 在美國 因為美國是合法的嘛 然後我們有四個胚胎 其實說這有點悲傷啦 雖然我們每次這樣講 大家說不要這麼悲觀 因為我們就只有四個胚胎 所以四個胚胎 只要植入都沒有成功的話 我們就打算不要有小孩了 那這樣是等於是錢就是全部花完嗎 也沒有 就大概花到 如果四個都沒成功的話 就是大概會花到三百多這樣子 但是就是結局就是你 你沒有什麼東西都沒有 可是你們有辦法用平常心看這件事嗎 一定沒辦法啊 第一次植入失敗都快難過死了 才一個胚胎植入失敗就那麼難過了 所以我覺得後來有很多的 就是在囚子上面 遇到很多挫折的異性戀伴侶 不只是同性的 異性戀很多媽媽都來安慰我 說你知道我為了這生生小孩有多困難嗎 然後有個媽媽講說她胚胎植入死胎嘛 然後她去醫生那邊 那因為還很小 那醫生就把她直接取出來 就說你出門之後你就是正常人了 結果那媽媽一推開門之後就大哭 跟她老公說我不要當正常人 我要當媽媽 天啊 很多這種很悲傷的故事 然後大家來跟我分享就是想安慰我 然後我就 有用嗎 有啊 就是我知道說 原來這麼多人為了小孩是這麼的辛苦 當然我知道一定很難過 可是因為這些故事 以一個女生來講 我們從小聽到大 譬如說 本來就很容易流產 流產是正常的現象 什麼都是正常正常正常 可是對男生來說 你們一定是開始做代理母 我是最近這幾年才知道流產很正常 流產真的很正常 因為我以前不知道 因為以前你會聽到流產說 哇 就是世界 然後現在才知道說 oh no it happens quite often 對啊 其實是蠻容易的 那就是自然淘汰嘛 對啊 所以然後可是對男生來說就是 就跟 Kent聽到剛叫 一樣就是 雖然是 就沒有這個經驗 沒有這個經驗 所以我覺得在這中間 我們也學習非常多 雖然說我們當然不像媽媽們 因為懷孕就是一個 真的就是你的孩子在你體驗那種 感覺是無法取代的嘛 就是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也一直在學習 然後那個情緒的起伏也是 高高低低高高低低這樣子 欸我這邊有一些問題想要問 就是關於代理孕母 第一就是 代理孕母是怎麼樣子選拔 選拔 別想我們用字有多不精準 因為應該就是要怎麼選嘛 感覺就是有一個破 你可以選嗎 你們是找 女白人嗎 對啊就是 種族或什麼的要怎麼選 第一嘛 然後學歷 I don't know就是 疾病什麼的 他有分兩個 就是我們的孕母跟孕母是不同人的 現在是規定是不能可以同一個人 因為過去同一個人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的爭議 道德爭議發生 因為他懷的是他 等於有他自己的基因嘛 所以這兩個是分開的 對 然後我們選擇的方式其實很簡單 就是一切都是為了健康為原則 所以我們的 卵母是一個 運動員 沒有他是 他是白人跟拉丁人的混血 然後但是頭髮是黑色的 所以就跟我們來講 基因是很遠的 那我們其實很多人是想要選亞洲人 或台灣人的 但是因為這樣子 小孩子就根本看不出來 他是 比如說他是有混血或什麼的 但這樣就有那種 基因 重疊性的可能 因為亞洲人可能會有的 基因問題是比較類似的 對對對 那你真的看很遠 很多啊 那至於誰可以當孕母 就是簡單來講就是 你要能生過小孩 而且是順產 而且要接受非常多嚴格的健康 身體健康跟心理健康的這個檢查 之後 那你才能夠當代理孕母 像代理孕母這樣子 他一胎生出來 他可以拿到多少錢 你知道嗎 如果說我們花五六百萬 在裡面的話 他大概是拿到 一到兩百萬 一到兩百萬 你說生出來嗎對不對 對對對 如果只是植入的話 就是只是一小部分錢而已 對 他是這樣就是說 今天植入你要付給他一些錢 因為他 這個代理孕母 要幫你生之後 他就是等於24小時幫你工作 他生活上的所有花費 你都要幫他出 比如說他沒辦法打掃 然後呢 他的小孩要人家照顧 就是任何跟他家 跟他家庭有關係 或他先生因為要照顧他 可是沒有辦法去工作 所以可能費用 可能會超過一兩百萬 當然啊 當然啊 就是有很多 該講的那個五六百萬 就是一個 Range嗎 只是一個基本費 基本費 所以還有他的生活開銷 你可能還要幫他加上去就對了 你可以指定說 他只能開始吃那個什麼 人道有機的雞蛋 然後吃什麼 organic beef 或grass-fed beef 然後你就是幫他出這些錢 那是看你合約寫多細 所以理論上是有可能 理論上是有可能 你們可以規定他不能喝咖啡 不能喝酒 什麼之類的嗎 合約上面會這樣寫說 他什麼 會建議他不要做什麼 不要做什麼 可是那就是看每個人 那如果他真的去抽大麻 你可以 你也搞不清楚啊 那就會在醫生檢查的時候 發現我們之前就有家長是這樣子 他要植入了 然後就育母去做身體檢查 已經跟他講說 不能夠使用藥物啊什麼 他測出來就是有大麻反應 對啊 那就沒辦法嘛 有時候媽媽只是想要放鬆一下 但我不知道醫學上 大麻用到多少量會有影響 還是 其實不知道 所以你都要花錢 你是一個消費者 你可能會 會希望不要嗎 對啊 可是像我跟我老公就是很寬鬆 因為我們希望說 我們的關係是建立在信任上面 我們相信對方 跟我們一樣想要成功 所以像我有一些女生朋友很可愛 就說你一定要叫他 那個在備孕期間 就要喝那個黑豆水 然後植物之後就要穿 你叫一個外國人喝黑豆水 然後就要穿襪子睡覺什麼的 然後我都覺得這些建議 我都很謝謝我朋友 老實說我都不會去跟我育母這樣講 我覺得女生女人們 你為難自己就好 真的你不要管別人 他是希望你成功 I know I know 但我覺得要是我聽到就抓狗了 而且是一個文化背景跟你完全不同的人 你叫人家喝黑豆水 然後What the hell 光婆婆叫你喝黑豆水 你都在暴走 喝東西你叫一個外國人 你用英文來跟人家解釋黑豆水 來 Black bean water Black bean water 聽了就很噁心對不對 你用英文解釋 你自己說 你怎麼說服外國人這件事情 你就自己查包具給他就好了 但是原則上 我們就是都不會這樣做 我們就希望說我們的孕母在 她自己喜歡開心的環境 然後我們想 因為我們第一次失敗的時候 說實在的醫生有說 我不知道你的孕母 有沒有照那個指示生活 因為我們本來跟我們孕母關係很好 被醫生這樣一講 突然就開始覺得說 她有沒有認真的吃藥 她會不會每天酗酒 對就開始 她會不會就跌倒也不跟我們講 可是我們有一個非常好的case manager 她就跟我們講說 因為我們的case manager 也當過 也當過surrogate 也當過孕母 她就說 Trust me She wanna succeed as much as you do so don't worry 對然後我就覺得 太好了 就是有人也陪我們一起了解 這段旅程這樣子 對 這很重要 哎呀 就是希望成功囉 就 不知道 所以男生女生你們也不知道 你們會care嗎 法律上有沒有規定不能選男女 因為你剛剛那個聽起來像在美國 對不對 福利算蠻完整的 沒有不能選 因為做精英檢測就會知道你的胚胎性別 有的人會是選擇我不想要知道 我要等到生出來 但其實你是可以知道 真的 因為在台灣是不是不能 不能選性別 應該說醫生會暗示 只能用暗示 那就是不能嘛 對啊 對啊 印象中 但是人工受孕的話 應該都一定會知道性別 因為你做那個 就是檢查 基因檢查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他的性別是什麼 對 所以我們都知道我們植入的那個性別是什麼 哦 了解 那你們的精子是你跟你老公混在一起 是要搖一搖 是要搖一搖嗎 是那種嗎 我好奇耶還是果汁雞 I don't know 果汁雞會把精子打死嗎 會吧 會吧 我不知道啊 不能用果汁雞嗎 會死掉 你說我們捐精的時候還兩個人一起打 對會不會兩個人一起打鏡頭 然後搖一搖 沒有啊 要Darking 要Darking 不是不是 我覺得很浪漫 我們兩個 就是有一種我們不知道是誰的精子的感覺 當然也可以這樣做 但真正科學的做法 對不起我超不科學 是我們各自捐精 然後看捐卵子有幾顆卵子 就平均分配 啊 好吧 那怎麼決定說誰先誰的先 所以我就 有四個嗎 你們一定是兩個兩個嗎 欸是但不一定 但我們的確是兩個兩個 你有沒有跟你老公說 我的身材比較好先用我的 沒有我們是兩個男的兩個女 我兩個是男的 我的老公兩個是女生 啊 然後這每次我講到這個故事 我就覺得人很悲哀 人從胚胎就開始被排名 這四個胚胎是有排名的 Oh my god 所以有一個favorite之類的 有一個就是 No.1最好的AA級的胚胎 你們怎麼給他排名 異性戀夫妻也有啊 哇 不是我們給是醫生給的 是醫生 按照健康 是看他發展的怎麼樣這樣 可是你看我們AA級的第一個植物 失敗啦 所以他還是 因為他才四五天大嘛 你說他 就用來排名 隨便就被決定 好可憐 但是因為你一定 他以後很有潛力 但是醫生一定會要問你說 這幾個胚胎你要植入哪一個嗎 那你要怎麼選 對 經濟上考量嘛 就不要花那麼多錢 當然選一個成功率最高的啊 對啊 但也有人是這樣 我也有聽過有家長是 他就說 醫生你幫我選 你不要跟我講 我也不想要知道是誰的 我也不想要知道是男是女 反正到時候生出來的 我也不會在乎這樣子 嗯 要是我自己 我也會不想知道是男是女 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這樣才有禮包感 所以你不會說AA級的先之類的嗎 我不知道 應該不會吧 你應該會想要AA級先吧 沒有當然就健康就好啊 那健康就是AA級啊 對啊 好怕 好怕 對啊 所以你越接近你就會越覺得 健康好像很重要 欸很重要 因為其實我身邊很多懷孕的朋友 他們都好緊張喔 為什麼要喝黑豆水 因為他們就很怕 萬一哪一個事情沒做好 然後而造成什麼後果 他們怪自己欸 就算那根本就完全沒有科學根據 對啊 所以你知道有些女同志 她是使用那個 就低筋 低筋就是說在 有人在你旁邊房間打槍這樣子 就在你 然後就捐給你這樣 有這樣子的做法 然後他們為了很希望成功 你說現場直接用針筒 用打 用打進去 因為現在還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package 對不起 剛剛太多information了 我miss掉很多東西 你說 女同志在房間 然後有男同志在同一個房間 不一定男同志 然後站在她的枕頭旁邊 沒有啦 在不同房間 對她打手槍 不同房間 喔 因為我剛剛聽起來就是 她躺著然後一個站著 然後在那邊對她打手槍 我說 How does this work 就是醫生然後來處理 讓那個人工植入 是機率比較高的 所以是要馬上同時這樣 就不用冰啦 可是她不需要就是 filter過 不是 就filter過說挑最健康的 沒有啊 這就跟那個一般異性戀發生關係 是類似的啊 反正放針筒 然後針筒放進去就是 注射這樣 然後他們為了要成功 就會 有些人就會馬上到那個沙發 然後就這樣 去倒立的 希望她可以 好好地流進去 就是 大家真的很辛苦啦 大家真的很辛苦 那你們有沒有考慮就是別的方法 就是 假設假設真的沒有那麼順利的話 因為你跟你老公精子都還算健康吧 男生應該是相對比較簡單啦 有精子就可以 對 但是因為我們胚胎真的不多 有人的胚胎是十幾二十個 胚胎為什麼會有差別 是因為花錢就買到 沒有它就是一個數學的概念 就是只要你捐卵子的卵子數越多 它就是會遞減 然後你卵子數越 像我們捐卵子是捐十二顆卵 那裡面只有十顆可以用 然後我們就分五五 但最後出來的胚胎就是 十顆卵去配對 最後就是剩下四個 它就是這樣子會遞減 啊 了解 我常聽到有人說 什麼男同志跟女同志 他們就互相一個捐禁一個捐卵 然後就一起生小孩 有沒有有這個可能性 應該說可能性只剩下領養 對我們來講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就看我們討論要不要領養 那你說男同志女同志一起生小孩 這個其實 因為在法律上才太沒保障了 但我知道有人這樣做 在台灣是不是 對對對 因為大部分人是花不了那個錢的嘛 對有些人是這樣做 對有些人是這樣做 或者是說 比如說我可以叫我先生的姐妹 或者是我的姐妹跟我先生的這個結合 也是有這樣子的例子 那就更不用花錢 但在法律上有沒有問題 那不會啊 因為那個是基因完全沒有相關的兩個人 而且他還跟你就是更有親人的 比如說我妹妹的卵子 跟我先生的 不是跟你 sorry sorry 跟我還得了啊 對不起我小時候這樣聽起來 所以你看他 我妹妹跟我還是 我們還是同一家人嘛 但是那種做法都有很多前提啦 因為以前我妹也說可以 可是後來我妹結婚啦 有老公啦 有小孩啦 那就算他可以 他先生或者他夫家不一定ok 所以我們也沒這樣做嘛 然後朋友之間的捐贈更是很不合法 有女同志要找我捐 然後他就說 因為他爸媽反對他的女同志戀情嘛 但他覺得如果是跟我有一個小孩的話 因為他爸媽都有在看我的節目 就覺得說 他比較能夠接受這個小孩 這個ok 然後我就覺得一開始 好能夠幫人 幫他也是蠻好的 然後我就問那個律師 然後後來 是可以的嗎不行 因為台灣不合法嘛對不對 不是不合法 你當然可以這樣做 可是這個小孩就是你的小孩 所以這個關係糾纏不清 可是你的女同志朋友 他自己有結婚嗎 沒有 他有結婚啊 他有結婚的話 一樣啊 因為沒有婚生推定 然後 因為台灣就是現在就是要認定就是說 他跟你的基因相連 你就是他的生父 這樣子 看是不是這樣很怪 然後我跟那個女同志說之後 他說沒關係 我簽切結束 如果他哪一天 任何時間去找你的話 就賠你兩千萬塊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可是這樣子的合約還是不合法 可是女同志想要自己生小孩 他們就是到國外去找捐禁者 是便宜蠻多的 但還是要一百萬兩百萬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 真的喔 連女生 女同志都這麼貴 因為我之前看到一些人 他們會去東南亞嘛 對不對 對 然後日本 也是這麼貴 日本也有 沒有啊 就一兩百萬已經 對我們來說已經很便宜了 我想說不過就是個金子而已 對啊 跟他們比真的是便宜多 沒有還有醫療的那個費用啊 等等 OK